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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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有通知媒体采访延迟 但还是对这一次事件所造成的不便表达遗憾 至于吃饼干则是因为与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有误 因为私人以为采访和摄影环节还没开始 因此才会在等待期间吃零食 也是因为这样后来才要求媒体不要使用吃零食的照片 并对所有造成困扰的人道歉 也表示外经纪公司将采取预防措施 防止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 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